哦 这可是个 大甲 看到前面那个小房子了吗 那就是命令方块所在地 为了摧毁命令方块 我们需要先召唤掉灵风暴 然后再击败它 刚刚下水 顺手了六条鱼 然后从小屋上 耗下来个告示牌 顺便嘲讽一下 来吧 挑战开始 因为进入世界的第一件事 就是冲向小屋 我甚至没有事先观察好地形 不过没事 有啥重点啥嘛 海带可以拿来烧来吃 然后木头的话 则是生存的必需品 击零风暴在生生后 我们只有50秒的时间 所以说收集资源的时间 只好一缩再缩 看到前面之机了吗 不要多想 不要贪心 因为多看一眼 真的就会爆炸 在最新的版本 击零风暴 似乎没有那么好应付 它在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对玩家紧追不舍 被投入的爆炸 擦到下皮 那可都是致命伤 听到后面的声爆炸了吗 如果你暂停看 你会找到它的 但现在情况危急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反正我是头一不敢回 这家伙的速度 可比我快上不少 哦 这确实不太妙了 零零风暴 似乎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它变得更加凶残暴虐 硬碰硬可不明智 我还是抓紧时间发育吧 一路挖到深板岩层 下面刚好一个洞穴 看 这些怪物啊 背后吓得到处乱餐 肯定是因为我 对吧 这只苦力怕 甚至为我的到来 当场放了个礼花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抓紧时间 走刮资源吧 呦 这小白好像也被我嚼懵了 血量不多 原地龟缩 一身龟壳半个盾牌 一把铁斧 君子报仇 就在眼前 稍作不及顺手一批 深板岩层的怪物 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居然在我的王八之气的这种威压下 毫不退缩 这确实勇气可嘉 木头不够 马上来凑 小白的骨灰化作春泥 矿洞的树木 郁郁葱葱葱 后来小白也想做点骨灰来凑个树 但不过到此为止 遭盾牌 我们还得赶入 苹果碎小 吃完就好 谁在乎什么后备除量 能不能活着吃到 都是未知数 盾牌好像不太行 哎呀 好像又还行 半颗星也无所谓 只要不受到致命伤 我就还是满血 不知道为什么 矿洞里的怪物 好像对我生蛋福乐的行为 进而远之 都不敢靠近我 负面效果拉满 问题不大 凋零风暴就在头顶 两只苦力帕在下面过着七夕 这让我一只单身狗 亲和以看呀 交地鱼们对我来说 一向不是问题 打开 身上没有大火石 我只好先放个木板引火了 接着探索了雪下时 我意外发现了不少的钻石 这一块那一块 我甚至都忘记 我本来的目的 是挖点沙利 然后过去碎石 但是也无所谓了 凋零风暴再快 也不可能一下 钻到地底深层 是的 刚刚你没有看错 我忽略了眼前的沙利 只是因为我当时觉得他很烦 好不容易挖到了沙利 但听着头顶 凋零风暴的声音 谁帮我点好 谢谢 宝然地狱开门红 这只恶魂 想跟我玩一会儿乒乓球 但是玩到一半 我发现一个受血的生意 向我冲来 靠近过来才发现 那不是父亲的病 而是一只上头的墨影人 好 又是半可信 不过没关系 不说到致命上 结果还是满血 有点饿 只能委屈下当地的原住民了 谢谢你 猪林一号 谢谢你 猪林二号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会心怀感激的 把你们放到肚子里面的 三号也是一样 又是四层相识的一幕 不过现在可顾不上挑食 这腹肉多少都能给我 嚼出来点猪肉腹的味道了 又是满脊的状态 没事窗口一罐 眼不见 心不烦 手上几根金条 抛出去 别人都以为我是什么大户人家 不过吧 还是得苦了猪林好朋友们了 但是看他们这么患难于共 我决定改称他们为猪林好兄弟 此地不宜久留 当局者秘 旁观者星 恶魂早已看透了一切 丢下了独克令 好了 这位为本次调战 增弃了几分难度 如果有面试 我一定会狠狠需要自己 吃苦耐劳的本领的 好了 再见 小破地方 相信猪林们也能理解 长途跋涉 免不了 舟车劳顿 我也好吵 没有吵到肉味了 要开婚姻 还得仰仗弟兄们了 来个小票意 你好 全不要了 送你了 我又做了一搜 也是很久没有向观众们展现自己的跑酷本领了 虽然说为了丘本 牺牲了很多的观赏性 但总体来说 还是可圈可点的嘛 路上的棕色蘑菇 不要忘记摘 加上更加常见的红色蘑菇 我就可以做成蘑菇宝 但是本着有夫同享 有难你当的原则 助林兄弟们 我们可不能忘记关照 前面是一个地狱要塞 上面一只僵尸 哦 还好我又留个心眼 不然他一屁股 真的可以把我挤下去 进入要塞 先拔了眼前的蘑菇 然后再看看里面的箱子 哦 欢迎我下次光临 小店啊 虽然招待不周 但是我大人有大量 没有和他们多计较什么 毕竟啊 我可是拥有470万粉丝的大人物 接下来就是随手 拜这两个人的烟棒 由烟烟棒制成的烟烟粉 是合成超级TNT 进而合成恐怖炸弹的关键材料 但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通关 或者说 相比之下通关太简单了 所以说只需要两根 极限模式下 其实凋零骷髅便不要散 你们没有看见 只是因为我一直在绕着走 再顺走一些稀有的棕色蘑菇 我们就可以离开要塞了 抓紧时间送过去 因为刺激的猪磷堡垒 还在等着我们 猪磷堡垒 一向来是一个不讲理的地方 猪磷完兵完全不在乎 你没有精装备 而且你要是还手 他就会带着那十几个兄弟们一起上 反正是单挑 只不过一个是我单挑一只猪磷 另外一个是我单挑一群猪磷 没变吧 利用峭壁上霸雷的精力 我抓了一只猪磷来交易 本来还筹现没数稿 这回方便了 匹匹兽我们走 有点尴尬 一抬头就看到了猪磷堡垒 似乎大路过去也是可以的 不过有个座器 吃成在岩江海上 更显王者气质 奉上双塔中的一个 现在不太适合霸气外路 毕竟这个不是自己的地盘 棕色蘑菇不能忘记 旁边围观的恶魂 也该让他熄火了 确认没有目击证人 就该干点坏事了 这个箱子里面 开出了把经验修补的弩 还有一些猪排 这个箱子里面 为我准备了贴心的黑钥匙 左边甚至摆出了一些 不适合形容的形状 再来两个箱子 东西大同小异 简单掐完键 我们就该返回 不对 也许我应该去远一点地方 开订阅门的 那这老赤祖说还在 看这里 好嘞 上号 然后在使用鬼精吊干的时候 我不小心点了一下右键 发现居然还有这么一个 氮气加速的设计 好了 就此比过 接下来的过程 就靠自己吧 又来到一处药菜 药菜的过道 修建的笔直一条 像地狱的高速公路那样 除了有些凋零骷髅 使用拦路费之外 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好不容易 又用了一次盾牌 用强盗的钻石 做一把钻石符 然后再来一个 霸气的钻石胸甲 回到主世界的那一刻 大地都要为我颤抖 主世界的小朋友 该迎接你们的大王了 好 首先向大王纳购的是 泰坦尼克号 虽然东西一般 但心意我领了 这份藏宝图倒是可以引用 打开箱子 里面有四根TNT 以及一些矿物资源 都是非常有用的 为了防止凋零风暴 带来的凋零腐败效果 我需要先做一些准备 晚上再打些火药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刚刚不是有说到TNT吗 没错 TNT是制作恐怖炸弹的必要素材 而火药同样也是制作 恐怖炸弹的材料 前面的村庄规模还行 我特地做了一把锄头 来迎接父老乡亲们 首先排除用来种地 利用村庄的干草块 我们直接上一波 原汤化原石 换到附魔书 接着给弩上一点强度 好了 接下来就是给图书管理员 当然现在是我的家 做一些简单的装修了 再摆上一个附魔胎 再来点精致的附魔铁装备 轻奢的小日子 不是一下就过起来了吗 做完铁稿预备下矿 观众朋友们 请做好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场景 绝对是你们不曾见过的 OK 这是第一个刷怪龙 没走几步 又一个刷怪龙 而且 这个不是废弃矿刀自带的 而是随机分布的那一种 刷怪龙我就留着了 但也只是留着 以后大概不会记得这里的 想不到吧 这里还有第三个刷怪龙 我当时纳闷了 我不理解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刷怪龙 他们在扎堆 前面一个字水晶坑 听着它水晶清澈的回响 虽然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还是忍不住 想带走一点 用光灵剑干掉苦力啪后 我发现苦力啪在爆炸的时候 身上居然会扩散状态效果出来 如果你觉得有些无聊 让我们把镜头给到战斗 其实没有什么激情澎湃的战斗画面 你能看到的就是一只铁寒寒 不断的被怪物群殴 没有错 矿洞就是这么的挨打 因为版本是1.19.4 所以地下洞穴的规模都格外的庞大 想要靠火把来防止刷怪 简直是天方夜谭 为了防止 你以为我在玩圆满生存 提醒一下 凋零风暴 正往我这边赶来 一想到后面还有一个在吹杀的老大哥 虽然没欠塔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令人感到莫名的急躁不安 伴随着高回报的往往是高风险 这几只僵尸还只是咸菜 到了开阔地带 你才会真正的大开眼界 苦力怕 骷髅 僵尸 成群结队地冒出来 而且不知道是从哪里 而且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这不接莫名珍珠吗 一只苦力怕突然就上了船 真不知道这是生命本来垂危的莫名人的后勤 是否还健康 走在半路 又跟苦力怕打了个照面 这才发现盾牌是有这么一点用处的 但是也不多 一路赶回家里 第一件事就是合成金胡萝卜和金苹果 金萝卜的饱和度比牛排更高 是顶级的补品 在巡视村庄的途中 我发现了一位石匠 老实说 我从来不在乎村民交易 直到我看到用黏土换绿宝石的需求 那一刻 我发现了真正的商机 黏土正弯 回去的路上 我甚至怀疑 那个村民是在唬人 再回来看 交易还在那里 而我也真的可以用黏土换到绿宝石 把黏土回来 石匠还在那里 交易还是老样子 不要在意为什么堕了一些门 本就是独特的村庄美学 对了 为了让村民多多生宅 我甚至造了一些奇怪的房子 做完那一刻 我发现这两玩意儿 就像是树着的棺材 有一种惊悚的美感 当我看到保护寺交易的时候 我就知道 日子有奔头 接下来的流程 相信我不说 大家都明白了 为了提高交易效率 我甚至又加上了一位石匠 很快 全身的保护寺就拿齐了 有了这身行当 面对凌零风暴 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看着便宜的附魔术 我也忍不住买了一点 接着我就开始做起了 当上村庄英雄的美梦 但是村庄英雄 很明显没那么好当 两个位导师 接着后面奴手 对屁股发起冲刺 区铁府的威力 我只能且战且退 第一波打完 很快就迎来了第二波 就在我和铁亏类 快乐地收拾杂毛时 不曾想 却被截略者 来了一波调虎离山之际 我当时还以为 失败了再来一场吧 但是当我看到 土坡下截略者们 举手欢庆时 我似乎明白 发生了什么 一场截略下来 他们似乎心情格外好 然后攻击欲望 也不怎么高 但为了解气 我还是把其中一个 位导师给解决了 所以说 失败的意思就是 村民全部被截略者杀死了 那就在刚刚 还在和我交易的村民 被截略者 当丑的面干掉了 支持我玩这款游戏 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这么有挫败感 也许是因为 我还不够强大吧 我经历打造了 最好的钻石斧 还做了一个瞭望台 方便我观察 凋零风暴的位置 也许是呼吸太重 没能找到 我决定造一个 更加高效的玩意 没错 就是这个护服 这次下光 仅仅是因为 我从来都没有 挖过红石矿 趁手带走一些 钻石矿后 我返航回家 途中发现了 超大一片的蘑菇岛 母国岛上 并不会刷怪 如果可以 我会选择 把凋零风暴 引到这边打 之前不是趁着便宜 买了本 无限的附魔书吗 不用白不用 我又造了把好弓 然后就是刚刚提到的 指令护身符 护身符 会默认追踪 最近的凋零风暴 刚刚在屋子内 可能幸好不太好 出门几步 再试一次 似乎 还是没能找到 无论如何 我决定养些羊 然后用羊猫做床 然后再在下界 炸一些残骸 刚好附近有些向日葵 为了区别 家养的和野生的羊 我特地把他们的羊猫 都染成了黄色 镜头给到地狱 花落的残骸 可不能用来升级武器 因为打凋零风暴 必备的命令武器 需要用钻石的武器来升级 当然 我一直没有忘记 监测凋零风暴到位置 没有凋零风暴的日子 还在继续 谁都不知道哪天 噩耗才会降临 无论身上的装备 多么精良 我都始终有些担心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凋零风暴其实 永远都不会来了 直丁副身符的检测半径 几乎是无限大的 但让我们假设一个平行世界 假如有一天 凋零风暴 来了呢 如果凋零风暴来了 那么我会提前来到 这个蒙古岛上 来 给你们变个小魔术 这就是凋零风暴的第五阶段 也就是我遇到它的时候 它会锁处的阶段 只要保持举顿 凋零风暴就会看不见你 当然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接生体力 然而这时 来了位不速之客 哦哟 这不是战地记者流浪商人吗 你说得对 但是我并不敢松开右键和你交易 真的 真的 行 行行 你忙你的吧 但我没想到这位大哥这么用 居然直接跑到凋零风暴的光束 抵下去了 外面好像也没什么危险 当我没说 大哥一路走后 很快 两只羊驼也被香气送上天空 其中一只 福大命大 但他的小伙伴就 没那么幸运了 alright 现在只剩你和我了 那你就叫多莉吧 有了多莉和我一起等死 黄泉路上也好结伴而行 但是一回头 多莉就被带走了 可怜的多莉 刚出场没多久 就要领盒饭了 万个的凋零风暴 甚至还把那块蘑菇给掰走了 看见那个小白了吗 他也被抓起来了 虽然他竭力反抗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回会儿连挣扎的声音都没有了 分头轮流坐 今年到我家 我脚下地板也被掀了 来人啊 给我合上棺材板 紫色血条 并不是什么冲直送的皮肤 而是凋零腐败病的表现 这种病需要用金苹果盾采 及时治愈 否则生命值上限 会逐渐下降 直到死亡 前面两朵凋零玫瑰 是合成的必要材料 也是现在我的救命稻草 虽然人在前面走 但是感觉自己的魂已经被写上天了 举着盾牌 跑到一个阴暗的小角落 稍微偷瞄眼凋零风暴 马上制作金屁股盾菜 以防万一 我还做了两碗 使用盾菜之后 凋零共生体马上就出现了 估计是我的手艺太好 给孩子缠着了 很快 我就在不远处 发现了凋零共生体 当然 这个怪物也发现了我 看来他还是比较有身为猎物的自觉的嘛 我用弓箭投袭 还用火球反击 这刹那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从什么低级文明过来的 我已经没打懵了 过了很久才发现 自己该灭火了 吃下一个金苹果 这才稍微按下心来 听到外面一些动静 我探出头 发现是一帮小喽喽 不过他们似乎更喜欢窝里斗 完全不在乎 那我一刀 他一套 下一回合 他使用了万箭七发 只可惜 这个技能在我的土枪之下 毫无发挥之力 又是一伙小喽喽 很好对付 下一回合 啊 所以这个攻凶铁还是个夹子 嘿 嘿 别互殴了 看我 每次这群家伙出现 我都感觉自己被蔑视了 他们从来不把我当回事 又是一剑 镜头给刀凋攻击 熟悉的火球攻击 一样的应对配方 还来 算 跳过回合吧 拿到共生体 掉落的指令附魔术 我们就能制作恐怖炸弹 不过前提是 不能被凋零风暴抓到 哦 糟了 不过还好 他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 虽然摔了个狗肯尼 但是来个金苹果 直接重回巅峰 恐怖炸弹一点 我们就该跑远一点了 凋零风暴会很好奇 诶 这是个啥玩意儿 嗡嗡响 然后捡起来吃 但是吃进去 脑袋就该嗡嗡响了 跑了很远 就在我纳闷 怎么还没爆炸 想整理一下背包时 我这是放生鸟鱼 不是被吓到了 看到那光束朝上样子 大概能猜到 这玩意儿已经翻白眼 躺板板了 而且他还不仅躺板板了 身体都裂开来了 这看起来像是巨大的鱿鱼 莫名有些喜感 其实凋零风暴 还有第六 和第七阶段 好像是要揍一下 肚皮伤的命令方块 才能激活他 啊 什么 昨天晚上有很大的动机吗 这个应该是你们幻觉啊 上次金苹果炖菜 已经被我闷掉了 我打算再来两碗 一碗现成 一碗一杯 凋零碎肉有点恶心 那还是用骨头吧 因为家里还有些筋定 所以我想再来两个苹果 黑钥匙也带走 因为我想在肚皮上 开个地狱门 来到凋零风暴的肚皮上 就在我想要放下 黑钥匙的时候 他突然醒了过来 我想下去换个地方 修建地狱门 但是想了想 还是上来 咱们遵循究竟原则 好 凋零风暴 你再睡会儿啊 我稍微做个小标试 好 不好 很不好 完蛋了 一路搭回来 啊 没关系 还可以挖掉 趁着凋零风暴 刚起床还有点懵 赶紧挖掉这个黑钥匙 看不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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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 行走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你知道这个黑色的剑材是什么吗 算了 你们还是最好 不要知道是什么了 刚好 前面有一篇 《鬼异森林》 我找到了 沐浴人的交通枢纽 放上小剑行 打完回家 绝不加班 其实现在主要是留时间 给凋零风暴成长 好了 休息片刻 该干正事了 一回来 凋零风暴就用 它的紫色的光柱 怼我脸上 仿佛在向我诉说着 那颗羊辣子的无限美味 不用谢 平常你一把吃多了 该善该善口味嘛 刚放下船 凋零风暴就想把我吸进肚子里 你也是豪歹的胆子 小心我进去找你要芭蕉扇 是不啦 嫂子 没胃口啦 估计是怕吃我吃坏肚子 凋零风暴正急急割呢 缓回来了 欢迎来到根号小教室 今天教各位小朋友们 如何应对凋零风暴 第一步拿出你的弓 第二步丢了 第三步等此 你学会了吗 我开玩笑了 其实你只要揍几下 那个正在吸你的头就行了 不过我眼神不太准 我也不知道谁在吸我 很明显不是他 但是既然打到了 那就干脆让他吸火好了 啊好舒服了 但是我也快被咬到了 我们设第二剑 要让他咬完头 否则会被他甩掉 看就这么简单 好了 现在稍微有些剧烈了 但是我们还在他的视力范围之内 这会比较明显 就是中间头在发力嘛 咱们只要秉承着 死马般活蚂蚁的心态 多放几件 加以威慑 很快就会失去了松口 安全着物 之后我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小角落 等凋零工程体出来 虽然被吸上来了 但不着急 我们可以先利用这点 找到工程体的位置 不难发现 它在那边的海滩上 好 接下来射箭环节 八分运气 两分实力 射不到 没关系 往下看看 就当是在观光 看在这个高度 咱们幻以肩并肩 虽然这不是什么 值得开心的事就是了 先不管这些小苍蝇了 咱们还是抓紧时间 让凋零脑袋熄火吧 一个当机 不知道又是哪个街上了 虽然我正在射四毫脑袋 但实际上 大家可以第一个排除它 不要在意 既然要打 那就让它熄火嘛 谢谢 省了我一颗木影珍珠 让我再看看是谁哈 是这里吗 去去去 他突然就放我下来了 没事 一个净屁股下肚 什么问题都没了 就在我找不到 凋零共生体的时候 一道光柱 撑了及时雨 虽然还是找不到它的位置 但是能免费看完风景 还是比较赚的 哎呀 要是在这个时候 再来上一根 干铁的金虎萝卜 好不自在 哦 找到现行了 其实不仅是 净零风暴在抓我 我也在抓它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是哪一个头对我感兴趣 晚上确实看不太清 一颗木影珍珠 直接丢到了水底 骑身上船 我突然感觉 自己是一个越狱的囚犯 一大堆的探照 正在找我 就在刚刚 我找到了 净零共生体 可是这下全是光柱 我很快又失去了目标 有趣的是 一个废弃矿车 居然也被吸了上了 估计是凋零风暴 想改善下口味 但是被我截了糊 转头一看 大的就在眼前 寻之不得的 凋零共生体 居然凑到了跟前 又是熟悉的套路 还是一样的配方 面对它的火球攻击 我甚至还可以 跳起来玩一玩 说到这里 我不禁想起了 在下界和恶魂 玩乒乓球的 美好时光 只要有掩体在 我该说谢谢 没关系 火球攻击太弱了 我连眼影都不需要 一个盾牌 就可以全部吃下 又是一刀 说是吃那是快 共生体看中 游泳的剑气 找悉心大法 因为发它的法术攻击 我赶紧下潜 但是一看自己 所剩不多的氧气质 想想还是不能 对自己太狠 但是想上来 已经迟了 还好 墓影珍珠 把我送上按来 紧接着 就是打进 临时的护墙 然后来看看 它的攻击 万箭齐发 好 又是万箭齐发 好 还是万箭齐发 好 再是万箭齐发 爽快 又来万箭齐发 老板打气 还来万箭齐发 老板身体健康 行 到我的会合了 由上岸来 它又开始万箭齐发 而我蹲在墙角 看了看 大头对凉凌风暴 感觉还挺下饭的 干脆来了根萝卜 诶 什么玩意儿 共生体突然不装了 凉凌头炉 如同炮弹一般向我轰来 一改制限的皮软之势 趁着我回头的功夫 一发凉凌头 就砸在我身上 当然 首要的还是换个盾牌 就在我想反击时 万箭齐发的声音传到耳边 我又吓得赶紧缩了回去 一看状态 好家伙 凉零二 整整26秒 这凉零头应该就是 共生体的杀招了 也许是之前沉浸在 一声声老板的呼唤里 他暂时还没有使用权力 然后凉零风暴 非常不时序地 介入了我和共生体之间的甜蜜战斗 是不是你 8号掉你脑袋 9号干嘛呢 不对 好像7号又嫌疑 不行 我必须先让8号先起火 这个是男人的执着 吸不吸火 吸不吸火 好 我知道是你 我早该知道是你 7号 9号不准看 7号松口 9号小课堂开课啦 被凉零风暴 吃进贼里怎么办 没关系 抛住武器 吹两下 然后有珍珠 用珍珠 有追捅 又追捅 两个都没有 等死吧 不知道为什么 凉零风暴 总是不让我和我的小船 待在一起 实在是太无情了 上面人鼓励发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爆 那反正先打了 咱们这还没水 不过不要紧 咱们皮操肉厚 非常抗揍 凉零公身体就在前方 凉零风暴 抓着我无放 今天我知道了 能让我这么想去见一面的 不仅能是友人 还能是仇人 虽然零零风暴 不断地用光柱拉扯我 但是这还不能放下 我与他见面的心 啊 零零共身体 吃根萝卜 我还是放不下你 此时 不仅是彼此的距离 越来越近 心也越来越近 共身体见了我 激动地献上了必杀计 而我也尽数 顾手下 两人就在这美好的互动间 创造回忆 一轮又完 一轮又起 共身体知道自己 命不就已 狠心为我献上了 更多的绝技 紫色的光柱 仍然笼合在头顶 就在我以为 一切将要结束的时候 共身体的万简 即发把我 拉入了回忆 啊 那是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 那是多么鲜火的一段记忆 一斧头下去 痛在你身 乐在我心 好了不扯皮了啊 接下来只生气钻石斧 当然不能忘记 先合成我的一生之爱 幽灵风暴都会失手了 我还没耐自己放下船 他就开始牵引我了 哈 我和我的小船 永不分离 9号 8号 8号 好像是8号 好像又不是 啊 不重要 又重要了 让我看啊 1号 5号 没事 先设着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 虽然不是5号 但是他还是松口了 但是很快 另一个头又看中了我 这么说欢迎 我都有点受宠若惊啊 6号成为了新的怀疑对象 看着不太像 要不还是4号吧 啊 搞错了 那会是谁 那是2号嘛 也不太像 哦 他 他还来玩够没有 说实话 这情境似曾相识 好像之前那一会儿 我也像个球一样 背着几个头 不断运来运去 啊 糟糕了 我和我的小船又分离了 去去去 好不容易上船 溜了溜了 虽然船的速度 比零风暴更快 但是在彻底远离他之前 还能接着折磨我 别招了 别招了 再招我都想去自首了 啊 不对 我也没犯事 换了个人称 这样看的似乎更清楚一些 确实更清楚了 尤其是我能看到 自己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临着凋零风暴 来了一波 蘑菇岛观光后 这次我不再躲避 牵引的光束 虽然这个看上去 有点像是 要赛博飞升了 但这次 我们要挽博大的 一发入魂 我进入到了 凋零风暴的腹中 这是一片紫色的诡异地方 身旁的刷怪龙告诉我 这个地方 别人危机四伏 枪上挂着无数尸体 而紫色灯光 悠悠地指引着我 不知道第一个 就发现凋零风暴 并敲响井中的村民 会有何感想 打开隔间 一具尸体 一个水槽 也许在被绝望 彻底吞没之前 这个人 曾在这里挣扎求生 凋零腐败病 再次发作 如果不及时杀死 凋零风暴 我的下场 也会和那些尸体一样 我希望金苹果顿菜 能够延缓病情 但是这也只是希望 这里就是主星室的位置了 迷你方块很明显 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可能他只是认为 我只是一个幸运的 能爬到这些家伙罢了 确认焰退路 一扶下去 命令方块 光当作响 整个主星室 为之颤抖 命令方块 终于意识到了 我的威胁性 抬高平台 召唤怪物 准备迎敌 可以看到 这边地板 被一些莫名的光 搁点的不成样子 凋零风暴道嘶吼声 环绕在耳边 几根柱子 拔地而起 被牵引的区块 合并到凋零风暴道体内 引起连续的震荡 这还只是第一阶段 还没来几分钟 我就已经迫切 想离开这个 令人作呕的地方 截去到第一阶段的 最后一只怪物 我登上 预先布置好了阶梯 准备给这个方块 再来一击 但旁边触手一甩 就把我扔到了一旁 这还是我第一次 在这个世界里 感觉自己也是这么的渺小 抓紧机会 抢先一击 找一个离触手 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准备迎敌 这些触手 很明显不是装饰 很快 他们就在命令方款式召唤下 隐身而起 为了防止触手捞到我 我像以前一样 打起临时的护墙 就在此时 上方提示 让我心中咯噔一下 是 凋零供生体 回来了 刚说完 供生体就使用了 他的吸星大法 而触手从中一把夺石 把我拉到了空中 甚至发起了摇晃的撕扯攻击 最后一个金苹果下毒 既令人安心 又能充满决心 毕竟破釜沼 一局尽胜负 我很信心自己 一开始就远离这些触手 消耗了一些怪物 保存了状态 不然如果直接打运动战 肯定没有什么好下场 这时凋零供生体 发动了杀招 也确实 如果他不整些的动静 我都以为他不存在了 回头已经完了 触手虽然是静止不动的 但是我自找上门 下面一只苦力怕 要是被炸倒 那可就惨了 苦力怕即将爆炸 我的盾牌 也不知道被谁打破 还有这些怪物 不知道什么是同理协作 不然刚刚那下 可就是我的死期了 凋零供生体 还在不断地给我下半子 触手一看 来活了 马上就把我捞了起来 苦力怕即将爆炸 我本以为他可以 把触手炸个半死不活 结果他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落到地表 找个安全的地方 我得及时补充持物 这些触手的位置 似乎是被精心计算过的 我没走一会儿 就要被抓起来靠打 本来想着被抓起来的时间 来上几幅 让他吃点苦头 但是他似乎知道我要干什么 直接把我弹开了 甚至还把我卡到一个什么地方 还好用的是苦头 挖开一看 这里大概是凋零风暴的浮枪内壁 我刚有拉弓射箭的打算 触手就把我抓了过来 一顿摇晃 趁着他松手期间 我赶忙补上几刀 这玩意儿真的让我吃惊了苦头 旁边的僵尸都还好对付 那四下没有怪物 抽空补一口体力 盖上僵尸 接引起绕一下小白 给凋零共生体痛快的衣服 虽然没过几分钟 但是在这个阴暗的地方 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度日如年 确认僵尸 衣服带走 这次我故意等了一会儿 触手甩完 我再上去 又是衣服 按理来说 这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了 还差一服 我就能送走这个大家伙 好家伙 原来凋零风暴直接给自己来了个内饰 脑袋对着自己的体内发射光束 还好有先前建好的掩体 我还没有被拉上去 好 等一下 我换下盾牌 谁偷袭谁是狗 本来我还在被突破怪物的封锁而发愁 没想到这个脑袋直接帮弄一把 极剑下去直接哑火 接下来这是经典的下逛战术 先逛一圈看看怪物多少 途中摸到一下转一下 前面的两只苦力怕不是很好对付 但一波青蛙肉柱下来 收拾到小白 问题就没那么棘手了 日子僵尸看起来把裤子穿到头上 也许凋零腐败病也会导致质地低下吧 解决到最后的几只怪物 我们就可以准备给命令方块最后一击了 说来这一阶段难度不大 可能是因为上一阶段已经清空触手了 看起来的脑袋虽然能够吸人 但是和其他怪物配合不来 并多是用摔落伤害压底我的血线 至于为什么我那么久没有用落地水 那是因为我的帧数比较低 操作不来 墨影珍珠传送 一个闪现接一幅 敲响了凋零风波的丧钟 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黎明 在一阵血母的白光过后 我被传送到了一个有些尴尬的位置 欣赏落幕 再也听不见到怪物的咆哮声 一些驱坏的残片掉入水中 反而趁得现在格外安静 如此盛景 不就这点金萝卜吃 可惜了 磁波平比浪齐 虽然这场战斗惊心动魄 但这对于村民们来说 只是稀松平常的几天 这不是流浪商人吗 你不是被吸上去了吗 原来你还是逃脱大师 这个东西有点坑我就不买了 但是这一处大变活人 我给十分 前往村子 先前砍的树 掉落了迟来的苹果 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表起来 虽然没有人问 但是我要向全世界宣告 我干掉了凋零风暴 看上去挺不错的 嗨 你知道凋零风暴吗 呃 不知道算了 嘿 老实讲 呃 不了 今天不卖年数 hearts 很新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诚客 他们 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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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于